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由于阳为您播讲 陆宫你归我管 韩刚的话入耳,文彦博甚至没有发怒 看着只剩两人的政厅,他想起了之前韩刚在报纸上的文章以及文章中对自己言辞吏色的抨击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朝廷,文彦博不论去找哪条门路,站在路终点的都是韩刚 只要韩刚不松口,有文彦博的事上,谁也不能绕过他去 哈,承蒙相公看得起 文彦博极有风度的拱了拱手 韩刚当真这么看重自己,显而易见,必然是有其理由的 来经多日,文彦博知道自己在京师中的分量 二十年不得执掌大政的八十老朽 正常情况下还当不起宰相的重点垂顾 当然,也绝不是人处无害 韩刚轻轻叹了一声,并非看得起看不起 而是陆公欲与梁府相争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韩刚所管 文彦博出头争的是什么?军权 韩刚在快报上白纸黑字写着呢? 可韩刚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梁府如今几乎是一起处置军国大政 而且张纯、韩刚、雄本 东府中的三位在职,正是梁府中军功最著的主帅 而西府里面却无一人在军事上的发言权 能与张、韩、雄相争 但无论如何,军政要务理应还是西府的权利 可韩刚竟然说这事归他管了 文彦博压着拐杖 淑弥院的事儿,如今要听正是唐的吩咐了 哈哈,陆公说到哪里去了 韩刚笑着笑着声音就沉了下去 陆公,你争的是国本 动摇的是如今群衔共治的局面 这方面苏子荣不愿管 张子厚也不想管 也只能我来管了 按后世的说法 韩刚除参与军国大政之外 于朝中主管的方向是教科文位 包括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 王莽由大司马座的真皇帝 还要拉杨雄过来写一篇 《巨琴美心》 新党欲将心法长久 遂兴心血 当时新党的一号二号人物 便是心血的一号二号导师 太后和宰府们将皇帝居在宫中 也必须在儒家经典中找到证据 证明行动的正义性 而这一切从理论建立到舆论宣传 都是由韩刚主持 韩刚很清楚 这个领域你不去占领 就会给别人占了 因为这意味着人心 意味着舆论 人心在己 舆论在己 拘禁天子 就是上应天心 下应人事 人心在彼 舆论在彼 梁府之为就是大逆不道 道行逆施 韩刚一力打压文彦博 甚至赤博上阵 亲自带人写文章 就是为了控制住舆论的大方向 他说文彦博谋夺军权 是玉父唐食翻阵旧事 而文彦博所做的一切 的确是趁着大议会 将开的时机争夺兵权 不过往深里说 却是动摇了如今 群臣共治的合法性 陆公 韩刚目光诚挚地 注视着文彦博 大理决定从此下手之后 朝廷就已经不能善罢甘休了 否则我辈有轻负之忧啊 文彦博清晰地感受到 从韩刚言语中传递出来的信息 韩刚越是诚恳 言辞间的杀鸡就越是浓烈 不过见多识广的老国公 依然老神在在 令月当也反对吧 把皇帝关起来 韩刚摇摇头 以王安石的名望 当真要跟朝廷打擂台 梁府也难办 到时候就只能直接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幸好王安石下台之后 扭相公的扭脾气好转的许多 没有当真死硬到底 将孙女儿嫁给皇帝 把他可以接受的底线画出来之后 就没有再多的动作了 家月只是想保住皇帝的性命 可不是要与朝廷唱反调啊 文彦博吃笑 谁家的朝廷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韩刚引用了文彦博旧日的一句名言 原话反问 谁家的朝廷 天子现在何处啊 士大夫无德无才 可治天下佛 天子的确被囚禁在宫中 但士大夫无德无才不能治天下 同样的道理 皇帝无德无才 也不应当治天下 文彦博血脉喷胀 心脏强而有力地跳动着 多少年都没有如此激动的情绪 一时间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朝堂上 一句一句压着政敌和皇帝 他怒视韩刚 天子年幼 从未亲政 何谈师德 所谓不孝种种 人所未见 只闻得正是唐 如此说 瞧着怒发冲冠的文彦博 韩刚突然微微一笑 因立场截然不同而产生的辩论 从来不是为了说服对方 而是为了说服旁观者 眼下听中只有他与文彦博两个人斗鸡一般的相互瞪视 争辩根本就没有意义啊 正是唐说天下人听 掌握了天下愚情 些许质疑又算什么 韩刚带着极许怜悯 极许激潮 陆公说得倒是没错 不过民情如水 赌不如书 书不如倒 引导天下世民之意的结果 陆公此时 当有切身体会了吧 文言博一争 旋即暴怒 相公此番话 可敢当着世人说 韩刚笑了起来 就像屠夫提刀 看着戴厨里的牲口时的笑容 这话自不会对他人说 陆公你是例外 毕竟陆公里相比起家月和吕慧青 可算是人畜无害了 又是这四个字 文言博陡然间安静了 飞扬起来的胡须 软塌塌地垂了下去 挺直的腰杆也弯了下来 与当朝宰相对变朝堂的幻觉 被韩刚一句话戳破了 只有他和韩刚两人独处的听事 不过是外陆入朝的官员 被宰相接见而已 自己被泼了一身脏水 儿子又被押入了台狱 有什么资格跟韩刚辩论呢 他颤颤巍巍地抬起眼 就像被猫儿抓在爪子下的老鼠 愤恨地看着韩刚 玩够了 戏弄够了 就阿呜一口咬上来 让他认清了这冰冷冷的现实 韩刚唇角凝固着冰冷的笑容 朝廷开疆拓土 有我一份儿 却没有陆宫你的 元幼初平宫乱 有我一份儿却没陆宫你 元幼十年的太平日子 有我一份儿却没有陆宫你的 哪个世人二十年不做功课 还能考中进士 陆宫 这二十年里漏作的功课 太多太多 没有谁比文彦博自己更清楚 近二十年不履朝堂的后果 他恨声说 日有起落 月有圆缺 今日相公笑老妇 来日相公 难免为后人笑 将希望放在了毫无着落的未来吗 这与丧家犬的哀嚎又有何区别 如有可能 文彦博也不想说出这种话 所以我准备抽身而退 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这之前之后 都能太平无事 韩刚已经罗列好了未来的计划 就希望天下能够按照他的计划走下去 不管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 那韩刚出手就绝不会留情 谁让他一时不痛快 那他就让谁一世不痛快 这一句韩刚没有说 文彦博已经明白 但文彦博也没有去想 他在韩刚的话中 抓住另外一条更值得重视的信息 退 文彦博刚刚沉寂下去的心脏猛的一跳 韩刚还是要退 这个时候 韩刚不大可能再说谎 也就是说 他的确会信守承诺 按时辞去相位 一旦韩刚没了宰相之位 他还能怎样操控朝堂 或许一开始的时候还能做到 可时间长了 更重要的是 大议会他怎么控制 提议设立大议会时 韩刚想的肯定是 这边借朝廷压大议会 那边借大议会压朝廷 两边互不同属 相互争锋 这样他就能站在中间 左右逢源 掌握着最多的权力 以韩刚之志 他理应明白大议会成立之后 根基浅薄的他决然控制不住大议会 不过有了朝廷为助力 或许就压之住了 反过来也是与一般 或许这就是韩刚的如意算盘 但只要有人看破了这一切 提前打断韩刚的盘算 那两边不靠的韩相公 定为当者所计的韩相公 就只能跟如今的自己一样 二十年做不得功课了 文言博扬起头嘴唇 微微颤抖 好似竭力维持自己 仅存的一点尊严 敢问相公 打算怎么处置老夫那几个 不成气候的孽子 处置 文言博终于是服软了 看着须发揭摆的冒蝶老者 韩刚又变回了怜悯中 带着嘲讽的眼神 如果文言博可以自己 安静的退场 何至于如此低三下四呢 大宋的天下已经变了 天下人生活的方式也变了 这是历史的车轮 这是时代的洪流 如今就连市民间的日常用语 文章中的潜词用字都变了 还有什么没变的呢 文言博是旧势力的代表 没有在一旁静悄悄的死掉腐烂 反而不甘心的跳出来 那韩刚除了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很简单 陆宫只要道个歉 认个错就行了 韩刚的笑容 仿佛魔鬼 在报纸上 这样几位衙内就只要去云南住一阵就行 文言博再一次陷入了暴怒之中 他知道韩刚不会那么容易让自己过关 但他也没想到韩刚的条件会如此苛刻 儿子发配在意料之中 但前面低头认错 却远远超出文言博的预期 大宋朝堂正争的传统是疏人不疏阵 就是被赶出朝堂 这头是不能低的 尤其作为领袖人物 更是如此 皇帝也在维护这样的传统 当他对现在的朝廷不满的时候 随时可以将反对派 甚至只是某个人的反对者 召回到朝堂上来 所以百多年来 所有人都习惯了 把政敌赶出朝堂就足够了 为了日后卷土重来 文言博愿意现在付出一些代价 可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韩刚是要他低头 承认黏在身上的脏东西 是自己吐出来的 拉出来的 一旦当真这么做了 那就再也无法将自己洗脱干净了 这怎么能答应呢 答应了 一身清明可就要毁了 文言博迟迟未答 韩刚便给出了另一个选择 如果陆公不愿意 那就请陆公全家在京师安居好了 听起来比前一个条件宽松许多 是说反了吗 或许会有人这么认为 但文言博清楚 这完全没有反 因为韩刚煽动的暴民 除了从洛阳带来的二十几个家生子 在京师本地雇佣的仆毙 这几天要么辞工 要么干脆不辞而别 仅有区区数人留了下来 要是全家被强制圈禁在京师 有钱在外也买不到东西 吃喝用度 全都得仰仗朝廷鼻息 在韩刚的控制下 迟早全家死绝 两个选择 哪一条就不是文言博想选 看韩刚的态度 即使会有第三个选择 也不会比这两条更好 究竟是该选哪一条 是低头服输 还是苟言残喘 坐以待毙 文言博继续的沉默 韩刚又道 听说陆公祖上是姓静 为毕毅祖会方改为文姓 文言博祖上原本姓静 只是为毕会不得不改姓文 连祖宗传下来的姓识都能改 现在低头服软 又能算什么 毕韩刚轻轻推了一把 文言博身子轻颤 强忍住莫大的屈辱 低声道 在报上认错 要怎么写 这种体力的文章 过去可从来没有过 文言博不想写 当然也不会写 陆公如此明白事理是最好了 另郎的是 我会让王寿明办好的 至于报上的公开道歉 我会让人送个模板 照着写就是了 陆公大哥放心 不会太过分 这还不过分 文言博差点没气轰过去 左手死命的掐着虎口 强忍住怒意 心中不住的在告诫自己 再忍一忍 到时候就让他这个一身愤臭的冠原小儿知道 他与世代赞英的忠明鼎师之家 在底蕴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既然说何了 陆公你的事也算解决了 韩刚轻松地站起身 转过来 亲手扶着文言博 劳动陆公这么长时间 韩刚这就让人安排车子 送陆公回府 韩刚前居后宫 态度突然转变 让文言博好不习惯 被韩刚在自己胳膊上搭上两只手 犹如被毒蛇缠身 文言博忍住甩开寒杠的冲动 在当今宰相的搀扶下 缓缓向外走去 等天子大婚之后再过两个月 由在下和子荣平章 共同唱立大宋自然学会 就要在京师召开第一次大会 大部分人都是些对格物之道 常年在自然上发表些文章的 其中有不少人精通养生之道 陆公如有兴趣 届时也可以来听一听啊 韩刚扯着不着调的闲话 文言博还沉浸在卧心尝胆的屈辱之中 嗡那两声并未放在心上 韩刚低头瞥了一眼 又是淡淡一笑 悄然换过话题 一路将文言博送了出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 余杨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欢迎继续收听 新闻观点 不知道